藏友们好 看得出这是什么地方吗 对 它就是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这就是我们一直想来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今天终于实现了 相信喜欢收藏的朋友肯定会喜欢这个地方 看看一大早还没开门呢 就有这么多人排队 要进馆呢 这次来纽约首先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是早上十点开门 然后一直到下午五点 我们准备整整待上一整天 估计是看不够的 不过首先肯定要先去瞧瞧亚洲艺术馆 然后有时间的话再顺便看看其他的馆 那咱们现在就去排队 等着进馆吧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超大的康熙五彩的盘子 这一趟来纽纽约真是收获满满 不仅逛了好多的景点 还有博物馆 还淘到了几个喜欢的宝贝 完全是又玩又美 真是旅行加淘宝两不误 在后面的视频 我们将会分享我们这一次买的几个东西 这件康熙五彩盘子是直径非常大 大概差不多有50公分 是绘画的是花团纹饰 装饰防而不乱 排布有序 这件是著名的康熙南腰红 十二花神碑 这一套都是康熙时期的 这是乾隆的坟采 乾隆的阳采 乾隆的胭脂红亚道坟采 橙化的豆采 乾隆的九桃天球坪 雍正的坟采 乾隆的阴系土坟采大坪 康熙的鼻海 这一件也是康熙的 这是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 苗三彩罗汉象 雍正的五彩盘 康熙的彩佑兔涌 隋唐的白瓷双龙耳壶 宋代官窑 直径坪 这个是宣德的农文大罐 这件是南宋的官窑 这件也是南宋的是农泉窑 现在带藏友们来看一看 这间座落在纽约 叫College Point的收藏之家 这间古董店 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不只是淘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认识了和咱们一样喜欢藏宝的朋友 就是这家古董店的老板 人可真是挺热情的 而且他店里的东西都是大开门的老货 所以特别推荐给住在纽约附近的藏友们 你们如果说有空的话 可以过去看一看 这两件 这三件都是康熙时期的五彩 这一个是嘉庆时期的豆彩罐 非常的开门 他们家的东西不仅都是大开门的老物件 我感觉价格也是挺公道的 这个罐子上面绘画的是豆彩 龙凤文饰 然后底下是青花款的 大清嘉庆年制的款 非常的开门 应该就是嘉庆本朝的 这个修足非常的自然顺畅 下面来看这是一块民国坟采的山水瓷板 它真的是美能美奂 温柔多彩 让人感受到宁静和舒适 这是一块康熙的青花牛白花卉的瓷板 编室是用精彩绘的一圈长枝花 非常的精美 青花牛白 这是同青花器制作工艺完全相同 只不过是红色彩 只不过是纹饰的表现 色彩正好相反 在青花器上白色为地 蓝色为花 而青花牛白器 这是蓝色为地 白色为花 青花牛白工艺 非常的方杂 这是一块民国时期的木彩的山水瓷板 绘画的非常的流畅 很漂亮的 好 视频里展示的这三件瓷器 是我们这一次的一部分的收获 左边的这一个是道光时期的八方 八卦文士的贡王 中间这一对是民国时期的四方小花瓶 右边的是清末的五彩 太白尊 下面的这个五彩的盘子是康熙时期的 也是这一次的收获 这个文士画的是凤秋环 这些都是他们这一次八月份的拍卖的东西 很遗憾的是 等我们做视频的时候 拍卖已经结束了 不过他们每个月都会有拍卖 是康熙树三彩的底座 这一件是道光的坟彩网 非常的漂亮 康熙的五彩网 还有这些精美的景泰兰 磁板 观音 各种的小键 手把键 非常的漂亮 如果在纽约附近常有 想要去看看他们的店 或者是想近拍 可以在底下留言处留言 我会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你们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茶友们的观看 谢谢观看